大家都在忙著 擔心我們的小孩有沒有打到針 甚至還有小孩死掉的時候 今天在立法院卻發生了 全部民進黨還包括一位無黨籍 等一下大家看就知道 全黨護藝人 護國務機要費三讀通過 也就是說阿扁的海角七億 海角七十億 都可以無罪嗎 我們現在來看 立法院發生的事情 就在這個禮拜而已 我是郭元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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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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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優先 讓全民國人的犧牲不要白費 防疫優先 很多孩子要走了 請民進黨政府 看到現在這樣的狀況 好好的做好防疫 民進黨既然拿出右照法的修法的板子出來 為什麼不敢拿會計法的板子出來 我們黨的是會計法的修法 不是右照法的修法 有需要這樣子混淆試聽嗎 如果自己都覺得這樣子丟臉 為什麼還敢站在上面啊 要擋用 我們不擋右照法 真的要修右照法 請把右照法還在開啟法前面 是誰在用障眼法 把開啟法排在前面 排在預算前面 排在右照法修法前面 是誰不想要讓右照法過 是前面這一排民進黨的偉權 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竟然還排這種會計法 這種幫阿紫巴編除罪的法 真是太丟臉了 真的有種的話 把會計法的牌子拿出來啊 拿什麼右照法的牌子 明明現在在處理的就是要讓陳水扁貪污除罪話 也就是我們今天在十個小孩死了的狀況之下 結果要幫一個陳水扁貪污除罪話 反貪污挺孩子 民進黨當初用防疫紓困跟振興當成理由 通過8400億的特別預算 要疫苗沒疫苗 到今天居然連快篩都要老百姓自己掏腰包去買 國軍在現在兩岸危急的情況之下 不能夠做操練的動作 反而要到私人的快篩企業裡面去貼標籤 今天民黨希望透過防疫的期間 偷渡國務機要費 什麼是偷渡國務機要費 是只有阿扁一個人的事情 需要請全黨之力 全民之力來幫阿扁貨航嗎 大家試想8400億的錢用到哪裡去 如果貪污可以除罪話 所有的違法事情 是不是也理所當然的可以除罪話 這個國務機要費是修會計法99之一條 這個在修的時候 我們看到執政黨的立委 他居然不敢把這個牌子拿出來 他拿出來是什麼牌子 是誘教狼絲法案的牌子 這是在混淆視聽 然後就可以讓這個綠媒截下這個圖 你看所有的在野黨 所有國民黨藍尾都在反對 又叫狼絲法案 哇 這個真的是算計之深啊 拿老百姓的錢 還去做一個事情叫 對 網軍 那我問兩個問題 網軍是讓台灣更團結 還是更分裂 更分裂對不對 更分裂是 是不是共匪 對 所以網軍們今天聽楊智陽說 你們自己裡面 三分之一可能是共匪派來的 你們自己好好檢討 是 你沒有辦法讓台灣更團結 那你是不是幫忙 習大大要來統一台灣 那我再請問 蔡依依總統 你每一次講團結 你所有講的話 你自己看一看 是在團結台灣 還是在分裂台灣 是 所以我 我寫了一篇文章 就說這個蔡依依 蔡英文 是習近平派來台灣的 最大的匪諜 對 國安局 調查局 你們好好去查一查 是 他所有講的話 是不是在分裂台灣 是 中共圖怒人 那 我寫這個文章 到今天為止 為什麼 你們不來罰洋 這樣造謠 是 還是 我 第一個 我可能是洩漏 國家最大機密 因為 最大的匪諜 叫做 蔡英文 那最後國民黨 用了一招 非常絕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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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跑 你 快點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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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